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清晰 没人打扰 就算吵架 也没人能听得起 吵架 谁跟你到家 怎么了 老刘 咱们俩是战友 现在又是同事 不管有什么矛盾 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互相体谅 对吧 对啊 有那么一句话 互相宽容的朋友一定百年同舟 互相宽容的夫妻一定百年共枕 互相宽容的世界一定能够和平 没 别要问嚼字了 说吧 一定有事 说 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你说 反正你心里明白 我猜猜 你一定是为了扣押体验那件事心烦是吧 其实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我也有责任 你有什么责任 你刚来正邪时间不长 对有些常识都不太清楚 这很正常 是不是 可是我是老正邪了 我为了不得罪你 没有坚持要求把有望顺的提案 关交市政府 这是我的错 我见到 这就是你说的嘴 是啊 这问题很简单嘛 咱们既然认识到错误把它纠正了 把这个提案转交给市政府 我不知道你是真不明白 你还是装糊涂 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提案的事 那 那为什么呀 只能说和提案有关 我想让你跟我说实话 提案没有转交闹得满城风雨 那么快 连省政协都知道 这件事是你反应了吧 是 是我向省政协领导反应的 我作为政协的一名干部 向上级领导反应情况有什么不对 可你还是我的班长 我的战友 有事情就一个网上捅了 咱们可以内部解决 你已经习惯个人说了算了 你自作主张扣押委员的提案 别人的意见你根本听不进去啊 你有意见可以跟我提 平时你的牢骚发的少吗 连个招呼都不大 你就往上捅啊 这就叫背后搞小动作 最起码缺乏自家人的味道 什么叫自家人 徐志龙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自家人 我告诉你 我这是行使正当权利 不是搞小动作 别以为你当了主席就了不起了 你终于说实话了 这恐怕才是你的心里话 不就是因为你没当着主席吗 不就是因为我占了你的位置吗 你这是对我刘一鸣的侮辱 当年在战场上 咱们牺牲了那么多的战友 你怎么跟我说的 你说如果咱们能活着回去 这已经是万幸了 以后不管让咱们干什么 不管安排什么位置 咱们也不要计较利益得失 不计较不抱怨是你说的吧 可是你现在是这么做的吗 我怎么做 你当初不是还想当市长了吗 算了 我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你根本就没把我当成老战友 我同意了 你还要求 徐主席 你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了 我不想看到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我同意 按刘主席的意见 把他们提案 送出去吧 其实我自己心里最清楚的就是因为我一是头脑发热 才让他们抓住了他 我绝不会放弃原则 我走退了 这实在不是我的性格 我跟你实话实处啊 到了政协之后 我已经改了很多了 只要跟以前 决定我的事情 就必须执行 哪有那么多的伤害 这就是政协主席 跟市长的根本具备 律史多些上 多听不同的意见 我是个党外人士 但是 看到徐主席 一点一点的变化 不知应该是喜 还是该有 最初 对专家论证所提出质疑的提案 也及时交给了政博 如果不一时同仁 他们会抓住这件事情 大做文章啊 想做文章就做吧 我问心无愧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你的那份提案 能否站得住脚 肯定站得住脚 对的话 有你这句话 只要你相信 自己的提案是正确的 其他都不负责 好吧 徐主席决定了 我就不说什么了 借了 何处呢 都没苦脸的 伟员论券案 未能及时转交 我想试诺 省政协做个说明 怎么 这事 省政协都过问了 还没有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我的做法确实不妥 你在他政协大半年 就惹出了这么大的事 依我看啊 都是你这么多年的长官意识在做官 对不对 好啊 你们就别换我了好吗 就去去忙你的吧 你跟我烦什么呀 这两天我们单位的政协委员们都在议论 说你啊 不懂政协常识 我听你心里特别不准做 更些主席 不懂更些常识 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就当没听见吧 我能照听不见吗 人家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你听见了也别告诉我 我不爱听 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呀 我是担心女仪不行 数据太多的对比面 我就不怕对比面 让他们搞吧 那些小动作不光明 是 你说人家不光明 可是人家是按规矩啊 你呢 按规矩办就合理啊 就明睿远顺呢 什么逻辑 可是社会现在就流行这样的逻辑 你觉得你对 可你才是不符合逻辑 咱们俩不成 你也累了一天了 你快去去去忙 老徐 你别这样了 顺应潮流吧 这个潮流我顺应不了 唯心 可是你不顺应 就违反原则 你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对一步算了 没人在乎你是对还是错 可我自己在乎 你在乎又怎么样 你还不是自己在家里生闷气 有时间吗 陪我出去走走 我做梦都希望 海港公路规划 能够早一点实现 可是我到了政协之后 尤其是 听到很多同志的不同意见 我对我当初的决策 进行了百次 我现在希望呢 能够从科学的角度 谨慎地对待这个规划 是 回想到心不痛 现在位置变化了 你对自己当初的决策 进行反思 这是对的 不过你作为政协主席 扣押委员的提案 不管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从程序来讲 你肯定是错了 没事 我听着 事情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确实有些担忧 我担心有人接此做文章 让你在政协主席这把交椅上 难以扶住 做不下去 有的时候啊 我们工作 真的就像水上的星船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 其实啊 说不定什么时候碰上暗交和闲盘 我看 问题既然出现了 就正式的 你打算怎么办 老主席 您教我 先和班子同志统一思想 尽量把你的想法充分阐释清楚 尽量使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 这没问题 还要向上级做出解释 我打算 到省政协主动把情况跟他们说清楚 那份提案 我大体看了一下 那位也了解了些情况 的确存在严重的小集团第一倾向 这是问题的根本 小主任正在了解那份提案的白龙区 很快就会有结果 这我就放心了 你徐之龙是什么人哪 这点困难和挫折 对你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现在看来我的工作 还是不谨慎 还不细致 一不小心了 就成了他们海江的新闻人物 成了能查与饭后议论的敲点 你记住 一定要是我们是政府认识的 政协这个提案是有充分依据的 这样才能让人信服 工作才能更加主动 发展成一份 理想裁断 周围 婚建的 女人 行 避免 娜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向你赔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这么想啊 我决定请你和我一起到市政府撤回高主席那份提案 把尤广顺他们几位委员提案中的意见综合以后 形成新的建议案 然后再提交市政府决策 你的意见如何 你还是不相信我 我可是正式来征求你的意见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还能说什么呀 当然同意了 问题是其他几位主席的意见 是不是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要不然在主席会上 他们的意见跟你一样 非常明确 和我一样 不会吧 起码高主席他 高主席我也跟他谈过了 非常明确 怎么样 你决定了吗 好 好 习书记 又让我看到了以前的您 说句公卫话 高风亮节 雍容大度 这是我们很多干部身上最欠缺的东西 太对了 江市长 我再补充一点 这是大将之风 知作就改 山莫大焰 是啊 说完了 还有什么词 说 不不 这是我们心里话 你肯定不俩这一唱一和的 挺来劲的 政协收回提案 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有所改变 今后我们还会一如既往 让政府尽可能多的 听到各方面不同的意见 小市长请放心 政协工作就是为政府工作 建言宪策排油简单的 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 而且是建真言宪良策 对 谢谢对政府工作的支持 徐主席 我听说你把我们提案撤回来了 我还听说你准备召开主席办公会 把油管书委员的提案 跟我们提案 和明星的提案 叫政府讨论 有这回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做 邝主席 不是当初你让我这么做的吗 怎么改主意了 当初我是看你压力太大 所以才劝你同意 邮主席他们的议计 把油管书他们提案 交给有关顾问 可是 我没想到你会变本加厉 不但把我们提案撤回来 还要把油管书他们提案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没原则了 行 慢慢说 我不做 那你什么意见 我认为 政协应该坚持原则 绝不能采取这种祸心的态度 如果把两种不同的意见 都交给政府决策 那我们政协 还有自己立场和观点吗 高主席 政协对待每位委员的提案 都要一视同仁 既然之前我做错了 那么现在就必须立即纠正 我认为你是越揪越错呀 给政府的决策出难题 你看问题太偏激了 你要相信政府领导的水平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领导分得清 你不要跟着瞎操心 你这是两面讨好 都不得罪 喂 老高 徐志龙不听权告 一意孤行 他已经把原来的方案撤回来了 而且准备找开主席办公会 准备新的提案 我也不知道 徐志龙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已经是毫无半步了 老高 老高 你别激动 你慢慢的说 大姐 您看 你那么的依审政协委员的名义 重新整理一下我们提案 好的 我马上整理 以我个人的名义 形成新的提案 上报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好好 谢谢大姐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初心 我刚才看见高主席气呼呼的走了 是不是 其实老高这个人呀 挺可爱 他经常说自己是见颜官 喜欢说真话 实话 心里话 还有不同意见的话 你的事业 就是需要像高主席这样的人 心底无私 天地快 可是有的时候 光凭这个还不行啊 还需要一点点策略 明白吗 不明白算了 慢慢你就懂啊 喂 什么 收拾货了 你们在哪儿 好 走 喂 刘太长 大家就这样吧 我局里还有点事 我得赶紧回去 回头我来看你 我是真的有事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先回去了 好好想上啊 我先回去啊 你们 呦 徐主席来了 那队长要走啊 不是 我 同志们 徐主席来看望大家啊 我都别动 都别动 坐 别动 安心要上啊 徐主席来看望大家啊 来来来 快躺下 快躺下 对 伤得怎么样啊 这车户到底怎么回事啊 徐主席 我们的车太老了 从山区回来的路上 车子失灵 要不走 就是啊 就那破老的车 早就该破坏了 这没出人命 算是万幸啊 邀局长 看到大家伤成这样 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是 我的工作没做好 对不起大家啊 对不起大家啊 光是对不起啊 如果因为车祸 有人残废了 甚至死亡 一句对不起还关佣啊 我由衷地感谢大家 你们剧团 在缺少演出经费的情况下 坚持排练 坚持下降演出 对对 徐主席 这个文化经费啊 短缺啊 希望徐主席 你先等会儿 我还没有跟你说的钱的问题 对对 是是 剧团的同志们 克服困难所做的努力 表面上看 是为了挣点小钱 维持生存 可你们坚持演出的真正意义 在于保护和传承 地方信 保护我们海江 珍贵的文化遗产 让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的优秀文化 不至于断送在我们手里 所以我要感谢他 好 现在给说个钱的问题 我怎么听说 你不但不给剧团播演出经费 还拖欠演员的工资 有这事吗 是是有一部分资金没到位 可是徐主席 居里没钱 他是这样 徐主席 你看这个剧团的困难 我们都知道 不但剧团困难 什么艺术馆呀 博物馆呀图书馆呀都没钱 扫文化局跟正协差不多 是清水衙门 真的没钱 真没有钱 可我怎么记得 上次提案交班会之后 江市长答应拨装款 给你们剧团改造设施 钱都花完了 你过来 那辆车是你的 这是局地买的 车不错呀 多少钱 四四四三十多万吧 三十多万 邓团长 你们演出和排练 到底需要多少钱 我们在给局里写的报告当中 已经标明了 一共是三万块 其中包括维修布景 天纸音响设备 还有灯光器材 剩下就是 大家加班的补助了 那拖欠演制员的工资呢 十几万 天下楼 这全加起来也没有你那辆车轨 就是为了这么点演出经费 六团长 跑了十几趟啊 你都说没钱 你坐着高级车 让演员们坐着 报废的老卫车 冒着生命危险去演出啊 如果这次说我真的出了人命 你知道现在找你谈话的会是谁吗 知道 知道 于凡委员提交的 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提案 已经转到文化局了 我想知道 就提案当中提出的问题 你打算怎么解决啊 马上研究 马上解决 一定让政协满意 不是让政协满意 是要让群众满意 让演员和文化系统的 同志们满意 是是 让同志们满意 一定要让同志们满意 道理长 对于委员提案的落实 我们是要跟踪到底的 我们近期将到文化局 开展民主航风评议 我希望你提前做好准备 那是 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我先回了 让大家受苦了 谢谢徐主席 谢谢徐主席 谢谢您了 徐主席 徐主席 我代表海江剧院的姐妹们 谢谢您 徐主席 这就是省政协发了一份证 省政协根据太后领委员的提案 形成省政协建议案 报声为省政府 果然如我所谅 什么 何主席来了 来了 省政节快乐的传人 徐主席是怪我 不该向戴大姐反应 你怎么知道我有这个意思 我不但要伤心反应 我还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阻止一个 错误决策的方式 用你自己的方式 莫否跟我披露一下 说出来 你会不高兴 也许 你这个办法是错误的 跟我说说看 重新整理我们提案 改写省紧急报告 上报省上线风物局 你这个报告继续写 你知道我现在找你是什么目的吗 我想让你马上去北京 什么 去北京 请国家队帮助 用更科学 更快捷的方式 来寻找顾城墙移植 对呀 胜利看字队 水平低 效率差 工作量大 我们给一起请外延嘛 外延行不行 现在很难说 不管怎么 咱们也得试一试 我是个学者 只知道在书里寻找答案 最缺乏的就是 具体解决 这个 解决困难的一个思维 你这个决定好吧 徐主席 我什么时候动神啊 当然越快也好 你先做好准备 我向李书记汇报一下 这些人在古城墙一直问他 我们一直听着 在看犯子疗论证 论证犯子疗的这个坏事 无休日之 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一定要探出个究竟 这就是脱海军事件的真正莫名 我明白 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 所以海军工的回报 一定要紧快上马 这一点我和政府的意见 是完全一致的 我明白 海军工商 联天师海军 他不光是拉动我们海江的经济 对周边兄弟省事 和大海江经济圈 都是一个强有力的促进 我们要站在全局的角度 理解其中的战略意义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会马不停蹄的 随时保持累积 好 留步吧 好 多数挺慢一点 好 走 文化局的工作有改进 这话发生之后 文化局有了两遍 补发了一直拖欠的工资 也开会研究了 于凡他们关于 海江文化建设的提案 但是对提案当中 提出的质疑 并没有答复 也没有先应的解决方案 你的意见 我认为 他们仍然没有重视 正确的提案 起码是应付 走过场 其实啊 也不过是文化局 现在很多单位 都认为咱们正确搞提案 就是走过场 所以 所以大家就都走过场 好 这次航空评议 就从文化局开始 要让他们知道 正确委员的提案 反映的是 海江文化事业中 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 文化遗产 就得不到保护 专业人才就会流失 这是很严肃的事情 不是儿戏 好 我马上去办 小姐 你跟我去复制 好 好 走吧 刚才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想跟谁过不去 目的只有一个 帮助政府监督各部门的工作情况 促使各部门尽快解决提案中提出的问题 促使 宣读一下 评议结果 第一份 总体结果 对文化局总体工作情况不满意 对政协委员提案办理不满意 不满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师博会的最好的商业契机我们就错过了 我们拿不出时间来啊 小的时候啊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打仗的电影 我一看到战士们冲锋陷阵 英勇杀敌 我就很记得 当市长之后呢 指挥各部门 盖高楼 修马路 热火朝天跟打仗差不多 到了正邪呢 我就好像回到了电影院 我只能坐在旁边看 冲锋好响了 战士们勇猛向前 怎么很多战士都往沟里跳呢 从我这看明明可以过得去啊 为什么要调得够力呢 只有换个角度才能看清楚周围的事 是啊 看电影可以看出许多问题了 只有换个位子自己去冲锋的时候才会明白 如果不赶紧冲过去 炸弹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即使是勾也得往前冲 看来换位真是有意思 很有必要 徐主席 我知道 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分歧 保护文化遗址 这个简单的道理 连小学生都明白 关键在时间 我只能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再给两个月 是啊 两个月的确短了一些 那你就给我五个月了 我可给不起 因为世博会是个铁定的日子 两个月 两个月之内我拿出结果 好 那么我们就敲定了 政协方面来请国家队探测 政府部门呢 继续完成十零前的准备工作 双管齐下 老市长 时间紧迫呀 任重道远 看来赵主任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啊 有什么用啊 怎么能没用呢 我们准备半天 可是海港公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工 那还不是瞎准备吧 我看政府的决心以下 不会让你们下准备 但愿如此吧 赵主任的情绪不高啊 走吧 工程 没有信心 谢谢 我们可都是盼着早点开工的 要不然的话 我们去里边的工作可是没法安排啊 开工了 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可以以工程为进行 可是要是不开工的 我们把工作安排下去了 他又开工了 那你说怎么办 底下的工作不好做啊 你是不了解啊 其实向领导汇报啊 他难 就难在分岁上 徐主席的车啊 徐主席 诶 于凡 你怎么也在啊 我们张总啊派我来采访 说做个连续报道 那这可够你忙活的了 是 小者算了怎么样 检查过了 没受内伤已经出院了 其他演员呢 有几个伤重的还在医院里面 应该没什么大事 替我去看看他们 好 向他们工作好 不应该的 他们还许主席呢 没有这话不要再说 练红